台北市长柯文哲的爸爸柯成发妈妈和瑞英夫妇 应前立委黄文林的邀请到彰化县园林市演讲 讲题是对儿子柯文哲的教养 柯妈妈提到做人的道理 她强调柯文哲当初能当选 最主要就是小英有胸襟 民进党在台北市没有提名 可以说没有小英就没有柯文哲的当选 所以柯文哲不会跟小英竞争 但柯妈妈语代保留 她说对手如果换成赖清德 那就不一样 柯妈妈说柯文哲比较不会讲话 从政比较吃亏 但做人的基本道理都懂 这一次寻求连任 民进党内有很多杂音 声音最大的就是柯文哲一旦连任成功 将成为台湾最大的政治力量 2020年蔡英文连任一定会遇到柯文哲挑战 柯妈妈说柯文哲如果顺利连任 于情于理都不会做到一半 就去挑战蔡英文的连任之路 记者林一峰 章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